李哥 我吃别人家的蜂蜜和吃你们家的蜂蜜 味道怎么不一样啊 你的是不是假厚啊 不一样就对了 如果你吃所有的蜂蜜呢 味道都是一样的 那反而才是假货 因为纯天然的蜂蜜呢 它是跟蜜源有关系的 小蜜蜂呢 它会采集大自然的花蜜 然后酿造 没有任何的添加 那么它的味道呢 每个地方的花朵 蜜源 土壤 气候不一样 它都会影响蜂蜜的口感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 蜜源非常的丰富 同样的花 在不同的地方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口感 所以说纯蜂蜜它的味道不一样 它是正常现象 而且呢 像咱们广西的蜜啊 咱们现在这个蜂场 没有任何的污染 这样的蜜源 在这样的环境 产出来的这种山花野花 采出来的这这样的蜜呢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 是非常的特别的 一口下去呢 是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这种味道 满口的是大自然的芬芳 哎 李哥 我家里家买了这个野山的花蜜啊 放在冰箱里面两天了 怎么还不结晶呢 你以为蜂蜜它是水啊 放冰箱里面 马上就会结成冰块 它蜂蜜它浓度是很高的 咱们家的蜂蜜呢 自然成熟的 含水量小于20% 浓度越高越难结晶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它会从下往上啊 慢慢的结晶啊 像这个蜂蜜呢 它已经结晶了一部分了 等它完全结晶以后 它大概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你知道蜂蜜为什么会结晶吗 不知道 蜂蜜的结晶啊 它是蜂蜜中的葡萄糖分子 它原来成布朗运动 然后呢 随着温度的降低 它这个分子啊 从无序变成有序 然后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然后呢 逐渐的从这个蜂蜜中 吸出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是一个 正常的物理现象 它跟水结晶冰的原理是一样的 不影响蜂蜜的这个营养价值的 所以说你放心吃 哎李哥 你看我最近是不是长胖了 是不是吃有人家蜂蜜吃胖的呀 哎呀 你长胖了 不要怪咱们家蜂蜜 长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什么 长胖的主要原因是懒 懒吗 长胖的主要原因是 摄取大于消耗 你消耗的少 但是你吃的多 这就导致你长胖了 你知道吗 蜂蜜它是一种单糖 它跟白糖不一样 它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然后转化为能量释放 等于说它是不会沉积在体内的 蜂蜜呢 它本身是一种美容养颜的 对肠胃的调理 让你减肥瘦身的效果 所以说 吃蜂蜜呢 反而不会让你长胖 可能会让你越来越 身材越来越好 所以不要对咱们家的蜂蜜 有这么大的误解了 知道了吧 李哥 问你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蜂蜜吃多了 会得糖尿病吗 这个蜂蜜跟糖尿病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必要给你好好的解释一下 其实啊 吃蜂蜜本身 它是不会得糖尿病的 那糖尿病呢 也不是因为蜂蜜吃多了 就引起的 现在公认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 是因为胰岛素的抵抗 还有胰岛素的功能下降 也就是说啊 糖尿病呢 它是跟胰岛素是有关系的 它是跟这个蜂蜜呢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已经得了糖尿病了 假如 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患者了 那么就不建议再吃蜂蜜了 毕竟它也是一种糖 李哥 我家这一盆啊 这个蜂蜜颜色都那么深了 还难不能喝啊 你这个蜂蜜放了多久了 三年了 三年了 你为什么放三年都不喝啊 就忘记了 不记得它放哪里了 找出来了 突然找到了是吧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啊 这个蜂蜜放了久了 颜色变深了 还能喝吗 实际上蜂蜜颜色变深了 它在科学上呢 有一个称呼叫美拉德反应 你知道什么是美拉德反应吗 懂 美拉德反应呢 它是1912年 一个法国的化学家 他叫美拉德 他发现啊 不只是蜂蜜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食物 时间放久了 颜色都会变深 是因为它们的还原性的物质 在慢慢的氧化 蜂蜜呢也是一样的 蜂蜜它里面的一些 还原性的一些分子 它慢慢的氧化 颜色就会慢慢的变深 这个是正常现象 只要是没有发酵 只要是没有变稀变酸 只要是没有大量的气泡 很难闻的气体 它就是没有变质 它是还是可以吃的 像这瓶蜂蜜呢 我看了一下 嗯 还是挺香的 这瓶蜂蜜呢 还是可以吃的 李哥 李哥 我在外面买的这个蜂蜜糕啊 和你们家买的那个蜂蜜啊 味道怎么吃起来 不一样啊 哦 你现在还是把蜂蜜制品 跟我们家的纯蜂蜜啊 傻傻分不清楚 你买了这个蜂蜜制品 你还以为买了纯蜂蜜 你还以为捡到了便宜 是不是 实际上蜂蜜制品跟纯蜂蜜的差别是非常的大的 那什么是纯蜂蜜呢 纯蜂蜜呢 是小蜜蜂采集大自然的花蜜 然后呢 在蜂巢里面自然量造成熟 小蜜蜂呢 没有任何的添加 就是纯天然的蜂蜜 那蜂蜜制品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在蜂蜜中呢 加入一些其他的物质 或者是呢 在其他的物质中啊 再添加一些蜂蜜 组合成一种混合制品 再以这个纯蜂蜜的这个噱头啊 哪来售卖 那比如说某某某蜂蜜糕啊 蜂蜜汁啊 蜂蜜叶啊 这些都是属于蜂蜜制品 那么纯蜂蜜呢 它不会这么叫的 纯蜂蜜一般都是叫 雪子莲蜜啊 野山花蜜啊 木桶土蜂蜜啊 鸭角木蜜啊 它们是以花种来命名的 也就是说蜜源是什么 那么它的命名就是什么 枇杷蜜 荔枝蜜 鸭角木� 这种属于单花蜂蜜 它们是采集的单一花种的蜜源 那么多花蜂蜜呢 那比如说啊 野山花蜜 还有木桶土蜂蜜 它们呢 采集的就是山花野花 花种是比较多的 那么蜂蜜制品呢 某某某蜂蜜汁 某某蜂蜜叶 某某蜂蜜什么 都是添加了各种的 其他的化学物质 所以说呢 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 你要记住了 以后购买蜂蜜的时候 要认准它的名字 不要被它的这个名字所迷惑了 李哥你经常说 蜂蜜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到底是为什么呢 蜂蜜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面 冷藏保存呢 其实虽然在常温下啊 蜂蜜本来就可以保存很久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它的营养价值会慢慢的流逝 还有呢 它有丰富的活性酶 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 它温度升高 它的活性酶呢 会慢慢的分解 然后而且不会复原 所以说 我们放冰箱冷藏保存呢 就可以保持它的活性酶 很长很长时间 而且它的口感呢 营养价值呢 它会保持得更加久一点 这样不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 放冰箱冷藏保存